哈喽大家好我是Amy欢迎来到我频道 欢迎来到这个月快乐开盒子时间 我上个星期都没有拍视频 因为我原来电脑真的已经死机死到不能用了 然后我换了一台就现在这个绿色的 结果收到以后才发现苹果现在真的太过分 它后面连SD卡的读卡口都没有了 就只有现在苹果那种小的口 所以我又只能去订了转换器 这两片我会抓紧拍的 今天给大家开的呢 是这个月的BoxyChomp跟Boxy Premium盒子 首先先开这个小的经典盒子 就是25美元即加拿大再加5美元的运费 这个月的介绍卡片 第一样是一个BB霜 是这个Pureless的精华BB霜 这是一个那种抗老型的 然后带SPF40比较有光泽的妆效 我记得之前也开过一个他们的BB霜 我还找了出来 之前是一个无油款的是SPF30的 上次给的色号是Fair 这次是Light Medium 它的价值是38美元 总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我觉得有点深 先上脸吧 上的时候明显就感觉就很滋润 你看这种光泽感 超级亮 我Beyond这个痘是因为上个星期 我带着公眼就刷有期 然后把我鼻子这边压出了一个痘 这种亮度我真是受不了 用完了脸像灯泡一样 很水光感 目前颜色也还可以 遮瑕度最多到中度吧 这个妆效我非常不喜欢 就像我平时大概戴妆了10小时以后 满脸出油的样子 我再用一点自己的遮瑕膏 遮瑕都不太上得去 因为底太滑了 先这样吧 散粉呢正好用到上一期 也没有来得及适的 Beauty Bakery的散粉 就这个长得像面粉一样的散粉 我在留言里面看到很多人 很喜欢这样的产品哦 马上就哑光了 用完散粉定妆以后 整体妆效好很多哎 我先去用一下修容跟腮红再回来 接下来呢是这次的眼影盘 是Ditto的金星盘 这盘里面你看全都是跟星星相关的 那第一个呢是这个金星 这应该算是一个高光性质 就是那种淡粉色偏光色 它的底色很浅的 适色不太适得出来 然后是水星地球月亮 试一试这三个颜色 这个水星颜色也好淡啊 地球呢是一个很闪亮的金色 月亮呢是一个这种桃红 然后里面有些金闪的颜色 接下来这个脆香米一样的呢 是火星 然后火为一火为二 这火为二还蛮酷的 然后这个石 我不知道这个石是什么意思 你们能弹幕告诉我吗 然后接下来是木星 那我们再试一下这一排 哇这个脆香米的火星 其实试起来很普通诶 然后这个是火为一 是一个棕色雅光色 然后火为二 哇哦 这个是湿湿的 我就像是press glitters 然后是石 接下来是木星 金色 最后呢是木卫二 然后木星最大卫星 木卫三 这个是雄神星 木卫二 木卫三 这两个都是这种 生子调的 雄神星呢 是这种金属红色 这就是这个金星盘了 这盘眼影它做的还蛮有意思的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这个金星盘 先上点眼部搭底 我记得这个之前聊新品 我还讲过 它们好像是出了很多这种 关于星星的盘 先用这个很淡的水星亚光色 给眼部搭底定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肤色的亚光色 这个紫色用的还超闪的 这个亮片太酷了 它里面是金色跟银色的亮片 加点地球 补妆回来 我觉得这盘还可以 就是它的设计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颜色非常浓郁 这盘很多颜色粉质 真的很像土豆泥 你看比如说我试色 可能用尽太大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 像是那种土豆泥的坑 这盘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接下来是一包卸妆巾 是这个IEM 是这样子吗 我很久以前也开出过一包 25片 就试色时候可以用用 它价值12美元 再然后是这盒里面最贵的 Kate Summerville 这个是Exfolicate Glow的面霜 里面是有乳酸跟玻尿酸 里面就是一个白色瓶子 抗老效果的面霜 它价值70美元 最贵就是它 最后也是一个没有见过的牌子 是True Plus Luscious的 唇部眼部精华 找的是一个针管的样子 这样 这样按 这种透明的精华 感觉是会比较适合 它的眼部 它的唇部的话 这个有点太稀了 蛮奇怪的哦 是价值34美元 我刚计算一下 这盒里的产品 它一共是价值184美元 我是付了25美元 再加5美元的运费 看下来挺滑算是不是 这里面呢 这个BB霜我是不喜欢的 用完以后 整张脸就感觉很脏 主要因为是它太滋润了 然后我混油皮 hold不住这个BB霜 接下来Kate Somerville的面霜 这个还不错 这个也最贵 金星盘还蛮有意思的 卸妆精很实用 针管眼唇精华 也蛮有意思的 整起来说 这个月的经典盒子 还是很值得 接下来就是premium盒子了 那这个是35美元 即加大再加5美元的运费 里面是6样产品 这个盒子我现在看一眼 就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鲜是一个类似玉滚滚的产品 但它又不是滚起来用的 就是有一个这个芋头 然后你可以在脸上按摩 我真的很讨厌这种东西 一看就是外不出去的产品 它的价值是79.99 你们相信吗 这个破东西 再接下来非常劣质的 一包三个这种像粉扑一样的东西 你看我觉得它上面这个毛都在飞 这个就是可以重复利用的比较环保 白色是卸妆用的 灰色的是用作擦爽肤水和精华 然后黑色的是用来洗脸 超级劣质 好生气 它价值是24美元 再然后又是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OC 是一个喷雾用来定妆或者refresh一下的 哇你看这瓶 像不像以前电视购物买的那种鬼东西 这个喷头超大 我现在像被暴雨淋过 这个真的很可怕 它的价值是38美元 再接下来是一支Zoeba的口红 色号是Phoebe 好像是一个裸色的 果真是裸色的 死亡裸色 难怪会出现在盒子里 再然后又是一个不认识的牌子 Vesca Beauty 是一个唇部产品 这个看起来还正常一点 像个西瓜红 它说是那种creamy的唇油 这个用上去就是一个唇蜜 这个颜色很好看 你看我嘴周刚刚被那个喷雾喷的粉都没了 这可以喜欢 而且味道很香 是那种糖果香味 它的价值是26美元 最后是这个Wishboard的Honeybomb 这个就是Huda Beauty的护肤线 这是一个面霜 又开出一个面霜 Jelly质地的 感觉这个质地还挺Q的 味道是很浓重的薰衣草味 然后它是24小时保湿的 它的价值是49美元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premium盒子 我就不计算总价值了 因为我觉得里面很多都是 溢价很严重的 就是乱标价的 我喜欢的一个就是Huda的面霜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西瓜红的唇蜜 另外呢全部是垃圾浮沸滚的姐妹 这包我马上就想扔掉 死亡走一把 电视沟五喷五 出来开盒子总归是要还的 前两期都很不错 然后这期真的非常垃圾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订阅boxychum盒子 记得留言告诉我 你们这个月的盒子怎么样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